很高興和大家一起 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 我們今天的信息是結滿聖靈的果子 並且刻意 就是說我們可以選擇 以及可以怎樣更加滿有聖靈的果子 讓我們的生命不只是做事 有時候有些人以為 信耶穌就是我 願意讀聖經、祈禱 我有幫人、全福音 我就是榮耀神 這也是的 但很重要的是 當我們做任何事為主而做 是滿有聖靈的果子 有神的生命 彰顯在我們的生命之中 而很重要 其實聖靈的果子從哪裡來呢? 就是從耶穌而來 就是耶穌的生命在我們裡面 就會多結果子 這個很特別的 就是說我們信耶穌不只是信一些道理 是跟神的關係 當我們跟祂有關係的時候 就會結出果子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 我有常在祂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來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就是說 時時在耶穌裡面 跟祂有生命的關係 祂就時時在我們裡面 這個就是神的應許 其實聖經時時都有神的應許 神的恩典 祂的本性 激勵我們去跟從祂的 這裡祂的本性是什麼呢? 祂是想跟我們有親密關係 這是我所說的《發揚神屬性》 《查經法》和《港道法》 大家在網上搜尋 《發揚神屬性》 或是你直接說《發揚》 葉牧師就已經找到了 我有很多一篇《港道》 查不同的經文 都是說出神的本性 為什麼說出神的本性呢? 還有祂的恩典 讓我們看到神多好 神多美善 神如何對我們有祝福 當我們越聽話 越得到神的祝福 雖然這先弟兄分享 就說他還在埋怨神 神都祝福了 神可以做一些這樣的工作 不過聖經是沒有這樣的應許的 聖經是說 當我們親近祂的時候 遵從祂的時候這樣做 如果神這樣做 選擇某個情況這樣做 是祂的恩典 我們感謝祂 但我們要知道 當人埋怨神 是有不好的後果的 我們知道 千萬不要去埋怨神 神的美善是什麼呢? 祂是充滿恩典、慈愛 祂裡面是充滿生命力的 我們事實在祂裡面 祂就成在我們裡面 這個也是讚美神的原因 讚美神的原因 不是神經常要人讚祂 而是當我們讚美神 感謝神的時候 我們跟祂相連 我們跟祂相連 我們跟祂相連的時候 神就住在我們裡面 就彰顯出祂的榮耀 雖然我們過身裡 也有耶穌在裡面 不過每個人的程度不同 有些人是僅僅和耶穌結連 僅僅的 但有些人是和耶穌 疵用著 所有思想都是從神而來 时时神会感动祂,带领祂使用祂 这样的时候,祂的生命就彰显出强烈的圣灵的果子 这就是我们盼望每个基督徒都一样 不只是做事,而很重要的,不只是做事 我们也说一件事,有很多人激励人时都说 你多些祈祷,看圣经,听神话,全福音 这些全部都对的,不过这个是吩咐是戒命 最重要的是那个动力,那个能力在哪里来 能力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激励人怎么说呢 神有很多恩典给你的 当我们亲近祂,祂就把恩典谈到我们生命中 就是用恩典推动 不是用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如果经常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有时做得会累,还有觉得做的时候 不知道神欢不欢喜,但是神说明 一定欢喜和一定祝福,这里有应许 我们留意圣经有很多应许,耶稣说很多应许 我们亲近祂,祂就一定亲近我们 我们在祂里面,祂一定在我们里面 而且还会带来一个后果 就是多结果子,必定的生命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离开耶稣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算,圣经有讲到,马太七章 有一到二十三字那里讲到 有些人奉祂的名全道,赶鬼,行二林 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祂跟祂没有关系 就是说这些人是靠自己做的 并且只是一个行为,并不是一个 跟神去遵从神的生命的表现 这样的时候,祂所做是白做的 你想想白做?我们大家都不想白做的 有些人真的在侍奉的时候,很猛烈 他可以白做很多事情 大家想不想是这样?我希望大家不想 当然不要不想白做 而是想神欢喜,也结出果子来 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里讲到离开耶稣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而在耶稣里面,凡事都能 是非常美好,因为祂会为我们开路 我也讲出圣灵的果子很重要 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跟祂的关系 第二就是信得过,祂会搞定一切 所以我放心放手,所以我轻松喜乐 才有平安喜乐 但如果经常都背着担子,就很重担 而圣灵的果子是非常美好的 每一样都是美好的,我们一起读 圣灵所见的果子就是人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每一样都是非常美好,非常重要的 都是神的本性 全部都是神的本质 当我们尝在它里面,我们就会活出这种本质 这里我讲了一个对比 圣灵的果子,我用了两个图 这两个图是大家可以参考 还有我讲到给小组讨论都用到这个图 那图是怎样呢? 其实是我以前上过的一个课程 他里面这个人他弄了很多那些 那时候用的是叫透明胶纸 就是弄一张透明胶纸 胶片 神就画这个图 一个圆圈向四个向外面的箭 那是什么意思呢? 神永远是爱人的,祝福人的 所以是向外的 好了,罪人是怎样呢? 罪是怎样呢?就是向内的 你发现很多人都说 哎呀,我很多烦恼 很多不开心 那些人又对我不好 我每样都不好 他经常注目在他自己 其实基督徒注目在自己是很惨的 就是他经常都想自己 他经常觉得我自己没什么 经常都会不开心 所以这里两个图的对比 一个就是神的生命 第二个就是一个罪人的性质 就是向内面的 好了,人爱 我们本来是爱人 但是很多经常说 我来到也没有人欢迎我 也没有人帮我 我这么多烦恼 没有人帮我 每个都不理我 他只是想自己 永远都没有想到爱人 这个就是一个对比 那我们就想想自己 我到底有多少成人想自己呢? 因为我时时想到别人 我如何祝福别人呢? 第二天就起落了 大家都听到很多人 哎呀,好烦啊 很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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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弟兄分享的 耶稣如何帮助你 哇 经常记实 经常记实 哇 耶稣如何帮我 我们就会喜乐 但如果只看着 这次神又不帮我了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帮 其实神会帮我 不过还没有帮 其实神正在帮他 为什么呢 帮他不要倚靠环境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倚靠环境 顺利就开心 不顺利就烦恼 如果是这样 你的生命一定起起伏伏的 因为神没有允许天色常难 神没有答应我们世上的路 一定是没有困难的 甚至耶稣说 耶稣说到 你在世上必定有灾难 人家要逼迫你 你被万民恨恶 所以基督徒是一定有逼迫的 在《弗洛比书1章29》 说到是什么呢 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其实中文翻译也不是那么好 并要 好像要的 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It is granted to you that you believe in Jesus and also suffer for him 就是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两个礼物 叫我们能够得救 以及能够为他受苦 是一个得救 我们就时时感恩了 和平 很多人一有什么事 就很烦恋 很烦恋 很激气 很怒吵 时时都看着困难 就会烦恋 忍耐 有些人说 没有信心就忍耐了 其实为什么有动力忍耐呢 神会搞定一切 有些人说 神没搞定 神有时使用环境 帮我们去倚靠神 我都试过 经济很大的困难 我都试过受人的迫白 但是我一直坚持 神一定会帮我的 由我初信开始 神给我有个心 神答应了他会做的 我常常记实这件事 神答应他会做 我曾经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 但我说神一定会做的 我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忍耐下去 神一定有开路的 虽然有困难 因为有人伤害我 迫白我 我就立刻说 神一定有开路的 我曾经回来香港 又回到外国 有一个以前的教授跟我说 他说如果你不是这样 来回香港 你已经现在去买屋了 也有其他人跟我说 我心里说 其实买屋是否这么重要 但有些人看重就是 买屋有多少钱 其实无所谓的 最重要不是这些东西 在这些事上 神就在一个困难 真是那些人的说话 是可以影响我 但我就说 我坚持相信 我听神的话才是最好的 听到神的道 而遵从的人有福了 好了 那么 恩慈 恩慈就是善良的对人 但有些基督徒说 我没有残忍而已 对人没有残暴而已 有时要激怒人 和人吵架 令到他不开心 这都是恩慈的相反 良善是善良的 不是邪恶的 有些人说 我没有邪恶而已 但有时找一些 想一些歪念 一些淫念 一些污蔑的念头 一些伤害人的念头 还有一件事 你有没有试过 教会也强调的就是神会赦免 犯了几大罪 神会赦免 但我现在知道一件事 犯罪一定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都更加厉害 一定有一个后果的 所以 永远不要偏大话 想着怎么骗人 或者有些不是大的大话 有些什么 说得自己好过应该的 例如将自己夸大 别人那些不好的事就夸大 这样的时候也不是良善 信实 神是信实的 相反是什么 失信 答应了不去做 答应了神不去做 答应了人不去做 或者有些人不一定答应 我们对家人的责任 我们对朋友的责任 对教会的责任 这些是我们应该有的 而他失信 而温柔 有些人以为温柔就是 穿着衣服得很漂亮 很娇 很疼 哄人 其实温柔不一定是这样的 而是 心里面因为知道 神会搞定一切 所以我们心里柔和谦卑 心里面是柔和的 是轻散的 是不要紧的 所以不会急躁 还有折制 这个时候 很多人都很难折制 失控就是 看手机 整天都 甚至在聚会 我都周时看到人在摄手机 其实 他看迟一会儿 不能死 不是一定要立刻回覆他的 其实我是乞议的 我全部的信息是全部静音 所以你找我 紧急找我 你立刻打电话给我 你就不要传 WhatsApp 因为我未必很快看的 为什么 我不想我的生命 整天被人骚扰 我发现我开了声音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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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到你 我心里都润了 就是想做什么都被骚扰 所以我鼓励大家 将会关掉静音 不要紧的 不能死 以前都没有手提电话 在這個時代大家也能夠生存 這就是節制,我們如何去約束我們的生命 很重要的就是有生命的優次、次序 我們才能夠結出好的果子 第一,最重要和神的關係,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神也都是最美善、最愛我們那個 最多恩典的,祂的福氣是無窮無盡 祂將最好的給我們提升 就是先唱最愛的詩歌 我們一展翅上騰 神會叫我們展翅上騰,去到最高的領域 只要我們聽祂說,親近祂,遵從祂,以祂的事為念 神就將我們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所以你想你的生命蒙福 最重要就是跟神有一個好的關係 並且經常深信祂美善,這是很重要的 不要在說,神都不幫我 這個意念即時要取消 神是在幫我們,不過我們看不到 有時神是會透過這些困難去幫我們倚靠神 但我們學到一件事,用靈去討告 我時也訓練人,怎樣用心靈去討告 即時可以經歷神的平安喜樂和能力 是非常重要,為何重要呢? 在我們受迫迫的時候,受攻擊的時候 我一親近神,立刻有平安喜樂和能力 我知道神和我一起 也我想說,將來是有大迫迫的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是會真的開始的 這個世界,我們看到氣候的改變 還有現在整天,周圍都在說打仗 隨時都有打仗 除了一些國家打仗 還有一些恐怖活動的打仗 是隨時可以開始大災難 我們需要準備好 而耶穌說到戰爭、飢荒、瘟疫、地震 接著說到什麼呢?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並要殺害你們 殺害啊 你們要為我明備萬民恨惚 那時哪有許多人跌倒 並且要被此陷害、被此恨惚 是很多人跌倒 在這樣的情況 並且被此陷害、被此恨惚 人可以變得很殘忍 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就算人家殘忍對待 我都堅持 而這個力量哪有來的 一定是親近神 學習怎樣用靈的討告 隨時一祈禱經歷到聖靈 是很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 我在星期日下午 除了每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之外 還有公眾假期 下午、今天下午都有 這個侍奉操練課程 我都會幫人怎樣去敏感聖靈 留意聖靈的同在 也都大家可以看到怎樣為人討告 可以經歷到 我也都想訓練 每一個都懂得去為人按手祈禱 這個是我們的訓練的目的 並且在侍奉上各方面提升的 所以這個第一 跟神關係好 第二 就是有神的生命 就是結出聖靈的果子 才去侍奉 才有平安起落 大家有沒有見過侍奉的人會急躁 並且會說一些批判的說話 聖經耶穌也有指出人的罪 有的 祂有指出門徒的 沒有信心 但祂立即說 你有信心 還有一顆芥菜種 你就能夠移山 就是耶穌永遠被人盼望 作為侍奉人員 永遠不要告訴別人 你沒有盼望 因為就算祂多軟弱 我們都告訴祂 神很愛你 很關心你 很想提升你的生命 你一聽說親近祂 神立即開始祝福 有些人說祂說極度不改變 我們可以警告 聖經有警告 順著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壞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更加厲害 聖經是有警告的 不過我們警告的時候 不需要將這個人貶低踩低 不需要傷害他 只是告訴你 你現在選擇這條路 你繼續被情慾影響 你繼續經常被人影響 經常想人的不好 你自己受很多苦 你的生命是不好的 我們可以跟人聊天 讓他心裡明白這個真理 他就不會停留在經常看人 經常看著人自己受苦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們有神的平安喜樂 來服侍人 這樣的時候 人在我們生命看到耶穌 耶穌叫我們扶祂的握 耶穌的時候他會說什麼 我心裡柔和謙卑 耶穌不是說我心裡很猛狀 耶穌不是猛狀 耶穌是很柔和謙卑 所以他說我騙是容易 我只是輕省的 是輕鬆的 我經常都留意聖經的說話 聖經的說話有很多好的應許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心裝滿這些 我們就自然流露出來 我希望大家時事都是這樣的 好了 接著我們就去愛人 祝福人和進各樣的責任 進各樣的責任 不單只是教會責任 在家庭的責任 對同事的責任 所有的責任 對社會的責任 我們全部都盡 然後在事工上去榮耀神 侍奉神 無論是 有時是事工 有時都在個人 人與人的相處 就是次序 同神關係 然後有聖靈的果子 有屬靈的生命 然後有愛人的心 憐憫人的心 祝福人的心 然後去侍奉 不是侍奉先 然後才憐憫 是憐憫先 然後去侍奉 而經歷聖靈 聖靈充滿是非常重要的 聖靈充滿是一個長久的關係 我想說一點 有很多人將方言和聖靈充滿 Equate 等於 不是一定等於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有些人可以領受聖靈的方言 方言是聖靈的工作之一 但是不是代表方言一定是聖靈充滿 因為人可以成為一種習慣 亦都因為經歷 譬如我們經歷不同的 有愛、平安、喜樂、能力 這些都是經歷聖靈的 經歷任何一樣 都可以再一次跌倒 經歷方言都可以再一次跌倒 聖靈充滿是持久地跟神有一個密切關係 時事親近祂 時事結出聖靈的果子 時事聽從神的話 滿有聖靈的恩高 這個才是聖靈充滿是保持 保持在神的同在裏面 我們很重要有聖靈的充滿 但也都結滿聖靈的果子 我們就有能力去更新人 不僅是聖靈的能力 也不僅是方言 方言是重要的 但這是其中一樣神所賜的 很多人說快點祈求復興 復興由我們先 其實大家現在可以復興 復興不是很難的 因為神說了 應許了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侍奉神 即時我們就可以復興 是即時可以的 有些人經常都在想 在網上也有很多人說 經常都說到有大復興 這個我們當然希望 但他的大復興的定義是甚麼呢 到時醫院會清潔 所有的病人都好了 我想說 我們真的可以神給我們的能力 但你留心看耶穌的話 他就說到有災難 接著是甚麼呢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 這個世界是正在變差 耶穌帶來的復興是甚麼呢 是我們靈命的復興 是靈裡面的復興 不是這個世界變好 我們看全本聖經 講到的復興是將來 耶穌回來之後的事 而我們裡面靈命的復興 是我們現在可以經歷 基督徒的生命 耶穌不是建立一個世上的角度 是一個屬靈的角度 所以很重要 不是說有一天 那些神跡遍地 神跡遍地是很好的 我相信是甚麼時候呢 大災難的時候 因為那時人們單單依靠神 神就做工了 但現在因為人很多事依靠金錢 當我們全心依靠神 跟神有密切關係 大家都有神跡是非常好的 我非常歡喜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不要想著 那些神跡來 好像我們是被動的 神行神跡 全部都是神跡發生 我們不要這樣想 而是說 有一個人這樣說 就是神有神的工作 我們有我們的工作 必定是兩樣一起配合 不是好像復興 就是神有做大的復興 是一定是人配合 親近神 遵從神 回應神 這樣的時候 我們靈命有更新 有淑靈的能力 淑靈的恩賜 改變人 更新人 這就是大的復興 我看聖經 我覺得這個世界會變差 現在事實上真的變差 教會也有強的一面 也有非常懶惰 冷漠 靈命軟弱的地方 我很希望他們會復興 但是我知道 不會很多人復興 因為聖經說 哪有許多人跌倒 許多人 並有令到反教的事 所以我想說 我們知道 我們預備好在災難的時候 站穩 當眾人都軟弱的時候 我們站穩 不要看自己 看人 如何祝福人 好了 現在我們去看每一點 這個聖靈的果子 就是首先我們有愛 因為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為神那麼愛 所以我們會愛人 神那麼關心我們 當我們愛人的時候 聖經說什麼呢 他喜愛連率 他喜歡人有愛心 所以這個就是愛激勵 我們侍奉不是說我要做 而是說我是被神的愛激勵 我很樂意去愛人 我看到人就去憐憫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會學習 在這個時候 其實很多地方 包括香港都有政治的衝擊 政治的衝擊有時就會帶來一種什麼呢 仇恨 憎恨和自己不同的人 的確有時 人在一邊就覺得另一邊錯 在另一邊又覺得自己錯 但最重要 無論誰對誰錯 到時審判又會分辨 我們依然不要給這些 即是說他們錯了 我想我要憎恨他們 我們的心中永遠都是 神我想祝福 這才是神喜歡 神會到審判的時候 你真是生氣人生氣得對 你生氣那些壞人 你生氣得很對 我稱讚你 神會這樣稱讚 神就是說 雖然祂和你意見不同 你依然祝福祂 依然為祂祈禱 你希望祂被耶穌改變 你行出人愛 關心 神就歡喜了 所以我們記實 尤其在這時候 很容易心中充滿憤怒 我是很分辨到人的罪性 其實我了解很多 世界上不同的罪惡 有些是犯法的人 黑手黨 這個世界仍然很強烈 黑手黨 拜邪靈的人 拜魔鬼 我很知道 國家很多問題 即是不同的國家都有問題 沒有一個國家是完美的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方面的欺騙 我知道很多不好的事 但我深信 神是要我們得勝 就是透過我們的生命 透過我們的愛心 求主幫助我們 充滿這個愛心 如果我們傷害 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 是在行為和誠實 是真的走出來 不只是說我愛你 是真的走出來 總是做一些事 令到人歡喜 令到人覺得受益 譬如我和太太 有時有些很少的事 拆牙和她做牙膏 她回來 我抱抱她 親吻她 讓她拿下一些東西 又拿拖鞋給她 這些是很少的事 但這些 他們要交功課 這個就是 無論那件事大還是少 有人拿著 跌在地上 立刻和她撿 她自己懂得撿 不過我去幫她 這是一個愛的表達 而當人有靈命的問題 還有教會裡有些人 新來的 有些靈命不是那麼強 我們就去關心她 幫助她 這就是神起業的事 這就是愛心 第一 我們愛 因為神才愛愛 神充滿愛 所以我被神的愛激勵 我愛人 神是歡喜的 這個會激勵我們 每次我們愛一個人 神就紀念和賞賜 其實很划算 但我們不要用一個自私的心 去數 我今天行了幾件善事 神今天要賞賜我幾件事 這樣做法又不對 因為為什麼 其實我們的善行 都是有污衛的 因為我們有不耐煩 也有批判過人 所以我們不像從神說 神我做了這麼多事 你還不快給我一些好東西 我聽過有些人這樣說 他說我奉獻了很多錢 為何神還未將好東西給我 這就是一種交換式 我們不可以交換 但我們知道神會喜歡 所以我樂意去做 但不是打算交換 時時充滿對人的愛心 我很欣賞安卡羅 安卡羅是為我按手祈禱 經歷聖靈 當我曾經跟他一起吃飯 因為當時我參與服侍第二年 我問他什麼問題 他都回答憐憫人 我問他怎樣有聖靈欣高 他說憐憫人 我想知道你怎樣祈禱 都是憐憫 經常都是憐憫 而我參與他不同的聚會 在香港和外國 我看著他在聚會 有試過在球場 不是那些大球場的球場 即是一個大草地的球場 他真的走下去不斷找人 有些報道家 他不斷找人 為那些人祈禱 他真的很有憐憫的心 我求主幫我們有這個憐憫的心 這裡詩編十六篇第八節 就說到整天在神裡面 我就不自遙動 將耶華常擺在我面前 我的心灰我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這就說到喜樂 為什麼可以喜樂呢 一定是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就會起落 我們就會平安 就會有力量 因為神照顧我 我就會開心了 哈哈哈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提醒大家 不要玩手機這一陣子 不要玩手機 不用回覆的 不要緊的 就是說我們時時有 經常看到神照顧我們 神會搞定 神會負責 所以我可以開心 時時保持一個喜樂的狀態 因為人很多時候會這樣 現在環境不好 於是就不喜樂 但是神會照顧一切 神會負責一切 到天堂的時候 神不需要向我們道歉 對不起 我忘了幫你 對不起 我不要把最好的東西給你 聖經說什麼 神記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死 豈不有把萬物和他 和白白的刺給我們嗎 祂就把萬物一起刺給我們 很多東西一起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可以起落 我其中有趕邪靈的方法 就是起落 其實我跟人趕邪靈 有些人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試過跟外人讚美神愛神 他跟著邪靈彰顯 那人說 你是不是跟他趕邪靈 你看看那些邪靈彰顯 神的同在都會趕邪靈 我都會奉耶穌命趕邪靈 不過我不用整天都說那句 我就是昨天都有跟一個人在電話上趕邪靈 另一個人就覺得我的方法很不同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是幫他相信神的愛 神愛著他 神照顧他 由他處理生命 由我奉耶穌命吩咐邪靈 那些他就更加反應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怎樣呢 他會吹他出來 那有什麼聖經根據呢 耶穌向門徒吹一口氣 叫他們受聖靈 聖靈是可以透過吹氣傳遞的 很多人說吹氣 即是那些人馬上去經歷聖靈 也有這件事 那邪靈哪裡來的呢 是神創造的 他是來自聖靈的 因為他是天使 墮落的天使變成邪靈 他一樣有聖靈的質素 就是可以透過吹氣的 所以我就叫他 你放鬆的人 以為耶穌得勝的 耶穌得勝的 耶穌一定會幫你的 吹他出來 他吹 鬆了 我很多次是這樣 發覺有信心 相信神一定會得勝 神一定會幫你釋放 你放鬆就可以了 放鬆 以為耶穌真好 你也吹出來 但有些人就很緊 越緊就越辛苦 放鬆一點 因為神會照顧一切 所以我喜樂 所以開心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神會照顧一切 神會搞定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要負責神的部分 我們負責自己的部分 小朋友不會跟媽媽說 媽媽 會不會今晚你忘記煮飯給我 那我就餓死了 我今晚忘記 你又不幫我看功課 我的功課又會不合格 小朋友不會這麼說 因為他知道媽媽一定做 神也一樣 我們不需要跟神說 神 你忘記了幫我 他一定幫我們 是我們自己 太過掛心 很想用自己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多些想 神一定照顧 人就起落了 選擇 經常多些笑 哈哈哈哈 多謝耶穌 哈哈哈哈 慢慢地你裡面 就湧流出起落 湧流出起落 我們可以傳遞給別人 我試過帶過很多聚會 很多人經歷起落 有些人很煩惱 即時都經歷起落 那就是個人的心開放 希望大家都活出這個聖靈果主 因為神照顧一切 所以我們要起落 而叫我們早早飽得 我們主的慈愛 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起落 為何要起落 是有神的愛 飽得 吃到飽了 很多人是有大餐在你面前餓死 為什麼 什麼意思呢 神明明有很多恩典 祂一樣在煩惱 那就餓死了 祂完全得不到神的喜樂 祂只是活在苦路之中 飽得 明明神給我們的 神正在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深信 這個 有些人就說 心理作用 其實不是心理作用 因為神真的做事 你祈禱每一次都有平安喜樂 是不是 神照顧祂的吩咐做事 所以我們深信祂一定做事 所以我就放心 我就起落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也很簡單的鑰匙 神會照顧祂的應許做事 所以我隨時深信 深信祂愛我 神一定祝福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什麼環境都好 就算被人鞭打 折磨 在大災難的時候 我們都說 神啊 祂和我一起 祂好喜悅的 有永恆的賞賜 神也都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減輕我的痛苦 甚至接我的靈魂上天 神啊 你可以的 我們就在最困難的時候 神一定有豐富的恩典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她母親的懷中 神會照顧 想我輕輕鬆鬆 不要緊的 什麼事發生 不要緊 周圍牧師 有時那些人不聽話 我會去幫 但我不用背著 我不能夠背著 因為太多人 他明知道是親近神 依靠神 倒垃圾 清理垃圾 便可以平安喜樂 但他總是選擇向來 即使我的圖 他總是選擇 想自己的問題 所以他總是不被更新 我持續幫他 但我不需要背著他 我背著他 我就很慘了 我不能夠背著 因為 這是耶穌的欺騙 大家留意在 馬太11章28到30節說 因為我是欺騙你們當父 我欺騙 學我的樣式 因為我是欺騙 耶穌說 不是說你們當父你的欺騙 是我的欺騙 是耶穌的欺騙 侍奉是神的 所以神會照顧 我就和平 輕省了 我就輕輕鬆鬆 神一定會做祂要做的事 我們不用看人數 神會改變這些人 神會祝福這些人 我們就平安輕省了 是不是一定被人罵 一定要發怒呢 不是一定的 很多人都相信的 不是一定要發怒 不是一定要懵騙 不是一定要受人影響 不需要覺得很慘 這就是處理的方法 接著是忍耐 最後兩行 因為神用忍耐的心 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神都是很多忍耐 我們幫人真的需要很多忍耐 因為很多人不是很聽話的 我們怎樣可以忍耐呢 神會照顧 在羅馬書裡說到有句話 說到 神是會照顧你的弟兄 你不需要論斷祂 判斷祂 並且祂能夠站穩 因為主能叫祂站穩 神會負責 所以我就忍耐幫祂 但是我不需要揹著那個膽子 也不需要生氣 不需要急 我不需要急於祂的改變 但是我會讓祂知道神的美善 我這樣做不代表慢 有些人認為這樣就很慢 不是一定的 我告訴祂 神真的愛你 體重你 你一會兒放手 神就祝福你了 祂可以即時接受 但是我吹逼祂不代表祂 你不要再猛了 猛你幹什麼 急都沒用 祂不代表會改變 急不代表人會改變得快 反而我們忍耐的時候 更加能夠改變人 好了 恩慈 就是時時都是善良對人的 首先我們恩慈的原因是什麼 神是恩慈的 神會照顧麻雀 神會照顧百合花 神會照顧我們的頭髮 有些人說 那你自己的頭髮也不多 不要緊的 其實很多 不過很細條而已 不要緊的 OK的 沒有所謂的 見慣了都OK的 不過你去到新天新地 可能要再見慣一次 你頭髮生出來 以前我的頭髮很濃很濃 不過聖經是說了 祂會掃頭髮 為什麼神這麼有空要掃頭髮呢 神就是這麼好的 總之神會照顧一切 所以祂是恩慈的 沒有恩慈 我都學習 神對人恩慈 總是慈愛對人 總是做一些事情令人得福的 我能夠做在別人身上令人得福的 這是最好的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有要顧別人的事 就是恩慈了 實性 顧念人的需要 他顧念他的感受很重要 他不開心 我感受他的不開心 於是我想去安慰他 想去陪伴他提升他 然後恩代人 聖經講到愛仇敵 善待他們 借給云不止望上還 這個不是說到借給那些賭錢的人 是借給真的有需要的人 他真是困難的仇 我們借給他不止望上還 你的賞賜就大 你就必作至高者的兒子 因為他恩代那 忘恩和作惡的 神是恩代人的 恩慈 時事善待人 然後就是良善 良善就是說善良不邪惡的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發出善來 並且這裡講到有良善 有忠心的伯仁 神哪些人是祂賞的 是良善 善良的 不是邪惡的 不是惡毒的 不是污慰的 是一個善良的心 由忠心 忠心做神所吩咐的 神就喜悅的 信實了 我們忠然失信 神依然是可信的 因為祂不能背負自己 祂照著祂的應許去做 所以我們都照著 我們的應許去做 神的應許 照著祂去做 也都照著我們答應人的地方 也都有一些無言的答應 譬如我們弟兄姊妹的傷害 這個是我們的無言的答應 我們應該關心弟兄姊妹 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都盡力去幫助她 成為一個人家可靠 知道你答應了一定會做的 你一定會托著人幫助人的 這樣的時候 真是給人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我們說邪靈 不用用一個很凶猛的聲音 因為耶穌已經踐踏魔鬼 在網上 其實多數人說邪靈 都是用一個非常之猛烈 大聲的聲音 他就以為大聲的邪靈就走 我們靠自己的聲音 其實不是大聲 是神的能力 不過有人想大聲 我不會反對 也不是錯 不過不要以為大聲 就會趕走邪靈 不是大聲 是神的權兵 聖經每一次都說到 因為耶穌已經勝過 已經賜給我們權兵踐踏 蛇和蠍子 是耶穌已經勝過 已經捆綁這個壯士 所以我們不是靠我們的能力 反而是這個人和神的關係 他親近神信靠神 並且處理垃圾 處理所有負面的事情 的時候 他奉耶穌明是很容易把邪靈趕走的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我們很多東西改變人 不用急躁 有很多人 急躁 越急躁 他就越不改變 很多父母罵仔 打很凶惡 他就以為會改變 但其實他更加不改變 但是跟他聊天 讓他知道他是寶貴 他是重要的 你聽話 你自己神又喜歡 你的生命又發揮 你相信你的生命可以發揮 他深信的時候 他反而會改變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溫柔的心 去幫助人 我們看到耶穌跟我們的門徒說話 他指責他的時候 他是有的 但是他即時就給他應許 而我們看到的對話 是絕大部份是溫柔的 他有指出人的罪 但是他絕大部份都是溫柔的 即使當彼得要否認耶穌 他都是說 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止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當彼得說 你離開我 他說 你要得人好像得如一樣 就是耶穌時時都是 說一些溫和的說話 我們就學習 溫柔對人 節制了 就是說 這裡說到 凡教力爭勝的豬舌都有節制 他們不卻是要得能壞的冠冕 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就是那些人比賽 他會 這個左手邊的圖 單手掌上壓 很難的 不過那些運動員 每個人都做得到 但是普通人是很難做得到 那他真的要 體力要很大的 很大的克制 我自己因為我參加比賽 曾經以前 我學生時期 還有我又炒 跑長跑 所以我們習慣了 很累的時候 依然是拼命跑 我現在打球也是會的 我一樣 很無力 很累 很累 我依然會 會奮鬥 這個其實是造成一個奮鬥的精神 是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是學習 節制 因為不用給自己那種疲勢的感覺 或者失望的感覺 影響 是能夠奮勇向前 我講一個 在我網上看到的一個影片 他講到訓練那些特工 那些特工其實是做一些好的事 因為當時第二次射大戰 因為希特拉他們很強勢 他訓練一些特工 他訓練很多東西 我在過程中看到很多東西 其中爬上一個懸崖 懸崖有三條梯分開 他爬完這條梯 他要轉過去第二條梯 在底下扔 扔著他的腳要上去才爬上去 他要扔上去 將自己扔上去 有些人扔到 有一個扔不到 他走回頭 但後來他都說 我決定要走上去 就是說是一個很堅持的 學習堅持 那我也希望大家學習堅持 靠著耶穌 我們放下我們的懼怕 軟弱 不要緊的 靠著耶穌可以得勝 求主幫助我們 為什麼時時結出聖靈的果子 總括就是什麼 時時親近神 時時親近祂 神就會賜給我們這些生命的果子 第二 信神喜悅我們親近祂 我們親近祂就喜歡 這一點很重要 但很多人沒有這個信心 大家留意聖經裡面 福音書 耶穌稱讚人有信心 祂稱讚那個加南的婦人 祂稱讚那個伯父長 祂們有信心 當你相信 神說了你會喜悅的 一杯糧水你會喜悅 所以我就相信 神就說 你真的有信心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神答應了 祂一定做 祂也都歡喜我們 觸實祂的應許 所以我深信祂一定喜悅 和祂會照顧一切 所以我可以放心 我都清理垃圾 處理生命 然後就刻意結出聖靈果子 為什麼刻意呢 明明心很煩 我刻意去讚美神 得到喜樂平安 我刻意放下我的苦路 刻意是感恩 刻意是有平安 有興省的心 這是刻意 我曾經用的比喻是甚麼呢 我們駕駛 駕駛 現在多數人駕駛都是自動波 你一踩 駕駛就馬上去 如果你還未懂駕駛 你走上車上 一踩 就馬上去 這是很容易的 普通人的罪性情就是這樣 一有被人擊 就馬上罵 好了 但是棍波是很複雜的 棍波要踩一個clutch 然後就踩一個clutch 進入球 進入球之後 你又放一個clutch 放到差不多進入 開始學習的時候 聽到它感覺震動 接著要踩油 踩油 接著就放了那個clutch 進入球 哇 每一次轉球都要這樣做 可以說非常之 有時你初學真的很痛苦 很刻意 我們處理生命都是刻意的 我們不會自動起落 是一定選擇起落 沒有人自動起落 不會被人罵完 好起落 一定要心裡面處理 有困難一定是要處理 才會有起落 甚至普通沒有人氣氣 我們都是要讚美神 才會有起落 然後爭取機會用聖靈的果子祝福人 聖靈的果子目的是什麼? 祝福人 彰顯神的榮耀 見到人就有愛心、有關心 有忍耐的心、溫柔的心 彼此幫助我們 要不要結出聖靈的果子 滿有聖靈的果子 這首詩歌是我配搭的 大家都唱過了 多謝天父 我們一起來到神面前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我的心 平安安靜 保障斷過 賴地海賜 在他無親的懷中 我的心平安安靜 你在我前後摻擾我 安守在我身上 愛永遠顯 悲伏是我 我感謝你 我享受你 我的心 平安安靜 保障斷過 賴地海賜 在他無親的懷中 在他無親的懷中 我的心平安安靜 你 你在我前後摻擾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遠顯 悲伏是我 我感謝你 我享受你 大家閉上眼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我們是榮耀神的 耶穌幫助我們 放下苦惱 煩惱 人們做的事 不要緊 有話 祝福我 幫助我 我必不懼 人能把我 怎麼樣呢 所以我不需要介意 那些傷害人的人 其實他們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他們 憐憫他們 祝福他們 耶穌幫助我們 把那些重擔釋放出來 大家可以 用手摸摸自己的心 我把那些煩惱掃出來 把那些不開心掃出來 那些激氣勞嘈 負面的想法 只要耶穌幫助我 把那些不開心掃出來 幫助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像斷奶的孩子 不是只顧著喝奶 而是享受他媽媽的關係 大家可以 如果你們記得那些歌詞 黑一眼唱就可以了 放鬆個人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將斷國 好將斷國 來的孩子 在他無情的懷中 我的心平穩安靜 你在我前後 你會願意我 安靜在我身上 你會願意 悲喜服侍我 我感謝你 我享受 主幫我們享受生命 我們想到耶穌就 歡喜快樂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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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這氣勞 主耶穌知給我 我有這氣勞 主耶穌知給我 我有這氣勞 主耶穌知給我 主耶穌知給我 非全個所知 非全個所能奪去 哈利路亞 哈哈 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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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這氣勞 哈 主耶穌知給我 哈 有這氣勞 主耶穌知給我 哈哈 我有借了 主耶稣知及我 避上的所致 避上的伤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 时事结出圣灵的果子 时事有平安喜乐 人爱 时事内心对人 温柔对人 时事不怕吃虧 时事都不受人影响 时事就像耶稣 柔和谦卑 后主保守我们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来到奉主耶稣 圣明 阿门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亦都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教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并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请接受主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愿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 生活得平安喜乐 友好 已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